电视屏幕上展示了非人类的照片和X光图 墨西哥国会众议院星期二再次上演一出闹剧 电视名人和不明非行物学家莫森 以及他的秘鲁医生团队向国会展出非人类遗骸 9月份莫森在国会公布了两具小型的外星人尸体 他顿时成为了国际社会嘲笑的对象 但他和团队宣称 这些遗骸是非人类不属于陆地进化的一部分 这次莫森在国会再次做出类似举动 更坚称这是一个新物种 因为它没有肺和肋骨 我愿意 destacar los avances en los estudios de los seres de características humanoides encontrados en Perú 2017年莫森就已经坚持 在秘鲁发现了非人类 但秘鲁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报告发现 所谓的外星人尸体 实际上是最近制造的人偶 上面覆盖着纸和合成胶水的混合物 以模拟皮肤的存在 报告补充说 这些人偶几乎可断定是人造的 不是外星人祖先的遗骸 这些尸体当时还没公开亮相 因此不清楚 是否与提交给墨西哥国会的遗骸相同 这一次墨西哥国会再办外星人听证会 整场听证会花了三个多小时 议员们还和莫森讨论外星人 来自墨西哥总统奥布拉多 执政党的国会议员鲁娜表示 欢迎所有的想法和建议并进行辩论 听取他们的说法后才决定是否同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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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